9月7号 第三届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顾问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大会发言中表示 数字经济是开放的经济 令人遗憾的是 最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 对数字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困难和障碍 在中美贸易冒产当中 美国开始以高关税阻止贸易增长的流动 是证明美国征求高关税 损害的是自己的贸易和消费者 之后 美国的强制性技术转让和侵犯知识产权方面又大作文章 打击中国华为一代的高技术产业 试图搞乱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使中国和美国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脱钩 龙永图说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 造成了巨大冲击 但其也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 制造业 服务业和人工智能互联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们开始习惯于远程办公 开始集办像我们今天正在即兴的线上线下 像结合的会议 几亿 十几亿的孩子都在进行网上上课 许多医院都在进行远程的医疗 这些变化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龙永图认为 新冠疫情为人口大国的普惠发展 创造了条件 也为数字经济打开了新的通道 特别开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的通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44亿 占世界人口的63% 我们大力地发展数字经济 特别的是发展数字贸易 将使得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 和我们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 这些年来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值 已超过了全球贸易的27% 为全世界63%的人口 创造了数字经济的红利 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论坛 作为本届服务会的重要配套活动 当天论坛围绕新冠疫情下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与跨境电商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户ubs Prozent 消ало otional 他论坛围绕 19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